關心城市 愛上藝術 逢星期日晚7至8 陳美思 黎家欣 閱讀城市 繼續閱讀城市 黎家欣 我們進入這個範疇 我真的比較少說 雖然有愛輸才會贏的環節都很久 但好像未訪問過網絡小說作家 所以我們這次很新穎 我覺得不僅你覺得新穎 可能聽眾朋友來說 我們這位朋友最近做了很多訪問 因為他本身有寫網絡小說 還有一個作品會搬到舞台劇製作 但我想說可能在財經台聽眾來說 網絡小說的世界好像很遠 因為很多朋友已經長大了 他們經常覺得這些東西是年輕人玩的 討論區我從來都不去過 可能對他們來說更少接觸 但可以了解一下這種文化 是否我們想想這麼年輕 還是不是 他有很多是成人粉絲 可能也不奇怪 不過現在有個方法看網絡小說 是等他們紅了之後 就看一本一本書 其實我還沒看過網絡小說 但我看過出了書的朋友的作品 之前介紹過《紅Van》大部 拿上手看 那本書展出 那本已經出了兩集 還很厚 裡面其實有很多字數 再問一下朋友才知道 原來他真的存了很久 寫了很多篇 才齊集一起出一本書 其實香港有很多這些朋友 也很多已經出了一本書 好像我們今天的嘉賓 他都自己出書 那不如先讓他出來 他就是阿Jam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叫阿Jam 先了解一下你 是寫網絡小說 一開始就是寫這件事 還是你不是有過渡期 以前都寫東西 然後剛好開始在網上寫 你怎麼解釋的 其實我自己在2000年的時候 曾經出過寵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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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出過六七千本 是 不過那時候也流行 有很多朋友出寵物書 是 沒錯 說自己寵物的故事 或說自己養寵物的心得 突然間那一期也很多 曾經出過一兩本 自己也出過一本 然後停了沒有寫過寵物書 但我想知道寫東西本身 也是你一個興趣 有做的 其實沒有的 停了很久 曾經之前嘗試過再寫 沒有人看 放在討論區 沒有人看 寫一寫就沒有寫 那跟我開始想有點不同 因為我開始想著網絡小說 其實都是源於 有一幫人可能自己開心 自己高興 很喜歡寫東西 自從有網絡之後 大家自己寫的歌 也會放上去 自己唱的歌也會放上去 當然自己寫的文章也會放上去 變成有網絡小說 這件事出現 我以為張都會這樣 但如果你說 我不是一開始寫東西 那他會突然開始寫網絡小說 因為很古怪的事源 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2009年的時候 7月、8月左右 那時候去討論區看 我很喜歡踩單車 見到很多人踩單車 看他們寫什麼 去哪裡踩 突然之間 有一天 有個人寫了一段東西出來 他就說 不如大家師兄說一下 踩單車的鬼故事 我很喜歡看這些東西 看看你們寫什麼 發現了 他們寫的東西不好看 很恐怖 這段故事 我講回我小時候 去駕單車 有一間屋叫常夕園 我寫了一個故事 叫常夕園 那個故事 就是連載的 可能一千字兩千字 寫著寫著 最後那個Kickway 沒有記錯 好像過了十萬 很多都很爆 因為通常只有幾千 一萬兩萬 那些人追下去 後來十幾萬 突然之間 那些人在追 寫完一篇又一篇 他們又追你 師兄快點再出 很緊張 你看到這裡 很好看 那我就繼續寫下去 寫著 寫著才變成一個小說 聽你這樣說 因為開場是純粹想說一個故事 你也要參與說說鬼故事 我只是說很簡單 當時駕單車 看到那個上夕園 因為那個上夕園有150年歷史 現在是不是真的有間 真的有間 還在 有一間屋 150年歷史 然後放了很多鞋骨 我小時候經過駕單車 有一隻鬼走出來 嚇到我 我寫了這麼簡單 他說 你再說下去 最後我沒有記錯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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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如果一個人寫書 他預計自己寫三萬字 他想定 起承轉合要怎樣 去到中間 最精彩最吸引 去到最後又怎樣 令大家繼續喜歡這本書 但你不可以有這些策略 其實我訪問過很多前輩 創作的前輩也很多 有些都挺有名的 我通常問他們寫東西的時候 通常他們都不知道寫到哪裡 寫到那裡 然後再想到另一道 再想到另一道 通常都是這樣的 其實都未必知道這本書 是去到一半定在哪裡 未知的 未知的 但我沒有記錯 比較容易成功的書 應該是三萬至五千 三萬至五萬字左右 即中編的小說是容易成功 即是各個份量 看的人又會 是否看得舒服些 又容易一些 投入 又不會拖得太長 還有寫的人 你看到寫得很長篇的 其實是很高手的 因為你把東西拼起來會鬆散 那三五萬字的蝙蝠 其實是比較容易掌握到的 很單純性 但你每一篇一二千字 而且你每一篇 兩千 都要吸引人 那你比別人更高難度 一坐在家想要寫一本書 其實真的很好玩 寫網絡小說是非常好玩 寫一本書 寫一本書是得不到滿足感的 寫一本書 我躲起來寫完一本書 我出了街之後 還要等待別人有什麼反應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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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待別人有什麼反應 但現在的網絡小說不是 你可能一天出了一篇 三千字四千字 那群人追進去的時候 他們會互相討論 那群人會聚集到一群人 譬如有五千人 那群人會不斷在互相討論 那群人會不斷在互相討論 那群人會看他們寫什麼 你們在說什麼 你又會看他們的留言 對 我看你們的留言 我回應你 他們問一下你 那你就加插一兩句 提示給他們 調一下他們的人 明天你就再寫下去 到結尾的時候 你就帶出另一個高潮 然後就等他們再追 但其實你會不會因為他們的留言 而改了你的劇情 可能你看到原來這麼多人 是很喜歡某一個項目的 那你就將那個 在下一集發大了 都不會的 有自己的一個流程去做 不過你看到那些人 有時看得很細節 好像我寫上一隻圓的時候 因為我跟你說 關於一個一百五十年的大宅 他們不斷去找那個資料 為何會有這間屋存在 直接找到那些衛星圖 看上去是哪間屋 然後我寫了另一個故事 改變了舞台劇 另一個改變舞台劇 《鑽石山女鬼》 他就找回1980年的報紙 這件事令我挺震驚 還有我見有些人 又踩單車去拍照 好像跟著你的故事的路線 去拍照 有些人去拍照 或者想去那個時 訪問那個老闆 那些 如果我聽到 其實這也是 好玩的 有些人都沒有遇過 你拿回舊報紙 原來找到價錢 沒錯 但對於看的 我開始明白為何有人 這麼追追網絡小說 就是可能 你都會投入和參與一件事 就算我平時看小說 可能阿Jem就說 晚上自己躲起來寫 我們就晚上自己躲起來看 看完不能跟人說 而且看完也不能跟作者說話 對 但你那個情況 就像他剛才所說 可能幾百人在互相討論 剛才那段劇情 這也是現在 為什麼網絡小說 這麼流行的一件事 你想想 我們以前看的 《村上春樹》 《羅的森林》 看得很開心 你想想 如果網絡無緣無故 跟喜歡看小說的粉絲 一起討論 是不是很開心 說回《村上春樹》 跟你說兩句 其實不是這樣的 大家很開心 但重點是鬼故 是否因為網絡小說 都是流行寫鬼故 尤其是你開始寫 例如2009年才算 其實不是 最主要你是擅長寫些什麼 例如有些人擅長寫 好像你之前網上很多 寫一些風月的東西 寫寵物的東西 我自己比較留意一些案件 和懸疑的東西 我就把自己覺得喜歡的東西 寫下去 其實最重要是寫一些 你自己感動到自己的東西 或者自己覺得自己都好看的東西 寫下去 人家就會喜歡看 這也是很多創作人 跟我們說的分享 有時你計算太多 我現在流行哪件事 或者哪件事才能賣 哪要計算得來 你可能根本就不擅長做那件事 那怎樣去強行做作品 還有我覺得其中一個吸引的地方 是她的故事 也很有香港的文化特色 或者香港的地方發生 對呀 剛才說的真的有間屋 很有身設感 下一節我們可以說一下舞台劇 就是在鑽石山有關的 因為跟香港很有關係 對呀 那我們待會回來再問問 好 繼續回來《月讀城市》 今天說這個話題挺有趣的 我們平時說五個輸財會贏 就是一本本真的拿著 我們又有些說一下 現在香港流行熱話 上個星期說high tea 因為有點介乎兩者之間 它是現在流行的一件事 但是也是閱讀有關的 都是一些叫一本本實體的書 現在都還有人出 當然 但是另一個興起的 就是說網絡世界 很多人寫網絡小說 寫寫一下 又或者在網絡上很紅 又會去出書 現在有多流行的現象 我們身邊的嘉賓 阿Jem 你最出名的兩個故事 《常植園》 和這個鑽石山三十年前 《隧道女鬼》 是不是都已經出書了 《常植園》 我後來寫過一本書 叫《消失的女孩》 將它連載下去 《常植園》 《常植園》 沒有出書 不過寫了一本《前傳》 快要出 《前傳》 《前傳》 一件物件和一個地點 加入故事 例如我寫《村植山》 一個紅白藍膠袋 一個沒有人住的村 和一條隧道 我寫《常植園》 就是關於一個單車 和一間舊屋 我覺得 始終寫小說 我喜歡寫一些寫實的東西 我不喜歡那麼天馬行空 有些地點 你勾起當時那群人的回憶 他們一起討論的時候 會開心一點 而且這樣看會比較害怕 你一常都有機會去 對 你去過 我覺得這也是恐怖片的元素 你記不記得有一個系列 在香港做了很多集的恐怖片 以前《女宇洋》年代 總之就是 你家的電梯 你以為沒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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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身邊恐怖片的其中一種元素 但我們說到 他現在拿上舞台劇做 又是另一個挑戰 有時候就是 我們就算看電影的恐怖片 他都真的靠很多特技 或者剪接的效果 燈光的效果去幫忙 但真的在舞台劇的作品 其實恐怖片算是一種 比較另類和小見的東西 因為恐怖片 其實最主要 你很多看電影 他會有些鬼 做很多effect 出來嚇你 但如果你要在舞台劇上做 那個人是真實的 你怎會令他害怕 只能靠靠情節 嗯 因為我寫 其實我這個陳雲記 改編《鑽石山雷鬼》 就是第二個舞台劇 其實我七月做了一個 叫上植園 就是剛才說大屋 即是廢屋那個人 為何他會改編到舞台劇 首先他曾經流傳過 有一班人 那班人都會很喜歡 另一方面 因為這兩個故事 他的場景是很小的 即是很少的 即是我無緣無故去了非洲 非洲又回到羅馬 即是上了月球 幻想到太空 即是拿了地獄 地獄 又走上去 又去了虎伯別睡 其實就不是的 他只不過是一個很小的空間 市多 市多 市屋 隧道 船隻縣 長期都在長期屋 所以他可以處理方面是容易 另外就是是不是很穩陣呢 因為已經有一班粉絲 你已經 你的歷程就是 寫了這兩個故事之後 已經有很多追隨你的粉絲 還幫你開網站 他們一定等著要看 是嗎 是呀 如果你貿貿然搞一個舞台劇 其實都會很冒險 始終這個故事不知行不行 這個起碼不是由零開始 有一班人會跟著 始終都會 搞噪音會比較容易 而且因為你寫了網絡小說之後 有些人不會喜歡看你的東西 會去你的網站 或者去你的Facebook 那裡聚集 那我也有幾千人 聚集到 那些人其實會幫你宣傳 亦都會幫你手去 令這件事實現 譬如你很喜歡這個故事 那個故事 可能會將它變成一個實物 或者是舞台劇 電影 其實你會幫忙 很多東西 你會幫忙宣傳 但是呢 這個故事的原著就是你的 但是這次當然也有 他本身的導演 也有改編 編劇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你自己有份演 也很有趣 有份演 你真的看著整件事 排戲發生 現在跟你原本的改編了多少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部分 可以分享給我們聽 是怎樣把你的文字 改到舞台上 做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呢 其實我寫了一次劇本 我自己試過寫一次 但是他們不喜歡 不行 不好 他們不喜歡 我不要緊 你們找一個再寫過 找另一個朋友再寫 寫之前跟我溝通 我就會說 我想保留哪些情節 我想保留哪些情節 我想保留哪些部分 我一定要要的 大家聊完流程 不如根據這個流程去 他就會寫一個對白 寫很多東西出來 因為每一個人想呈現的東西是不同的 其實我想呈現的 在舞台劇 在這個故事 是一個picture 但是那樣是一個picture 那你要做成一個舞台劇 不多不需要加一些戲劇的元素 那編劇就是幫你加戲劇的元素 然後編劇寫完 再談完 導演就會再看 究竟這件事變成真實 可不可行 那就再編 其實是驚很多重 不過我覺得其中一個容易的地方 會不會是你的故事有很多角色 所以這次也有很多人物 會在舞台劇上出現 會比較容易改編 其實反而是相反 其實舞台劇不想要這麼多人物 所以要剪掉那些人物 譬如寫故事 可能我去到這個位置 我要多一個人去支持這件事 去繼續進行 隨時寫 我再加一個蛇仔明 蛇仔明是負責的 舞台劇 再加一個人 就會多了一個成本 或是多了一個演員 又要找 可能十多人去夾時間 又是比較困難 反而要剪掉 將人們剪掉 濃縮 每個人多揹多其他東西 但我覺得是另一件事 演員就是人數 另外就是對白 或者處理手法 例如我看你網上小說 一定會有很多是描寫 有很多是內心很害怕的 你不會自然自然說 我現在看到什麼 然後覺得很害怕 但你怎樣去到舞台的時候 做出那種氣氛 可以有一兩個橋段 讓我們感受一下 會怎樣做 譬如 在《沿著》裡有一部分 有兩個人 打開了紅白藍膠袋 我們發現紅白藍膠袋裡 有個屍體 其實屍體是幻覺 一怕就縮開了 就走過來 剛才你們看到什麼 很害怕 大家就去看看 在小說裡面 描述大家 當時看到的感覺 和感受 在舞台劇 就靠他們的演技 他們可能一打開那個袋 很害怕 縮開了之後 一回來 那些感受就變成對白了 可能直接跟你說 剛才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一個人的頭髮 你怕不怕 很害怕 我流了冷汗 怎麼辦 給我一支錢 可以嗎 類似這些 所以就要靠舞台界的朋友 幫忙 他們的演技 演技 和燈光 都有背景音樂 可能去到那個位 看小說沒有音樂 去到那個位 可能很害怕 其實都很不同 因為我只是這麼多年來 都很少見到這些 用鬼來做主題的舞台 有看過一次 就是都花了很多心機 在音樂 配那些旁白 甚至乎有頭髮 掉下來 有風吹過來 即是在對的時間 都要令到你有那個 害怕的情緒 有的 所以需要很多心機 去搭打 我們也加了魔術 有魔術 特別是為了 就魔術來做出來 例如那個女主角 可能鬼魂 去到某一個位 會消失了 會看到這些事情 對 這些怎麼做 很厲害 魔術 魔術 不過我覺得 當然有很多橋段 始終上到舞台 大家真的去看的時候 就會知道 1月9日至12日 就會在香港藝術中心 的壽神劇院那裏演出 但是我想問一下 JAM 其實你有經驗 在網絡小說上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現在很多人都想搞 群組也好 或者我在網上很想存到一群人氣 但是這些 你說這麼容易嗎 我寫十篇文出來 想別人喜歡 到最後就是自己的朋友 喜歡 我們閱讀城市 都是一個項目的 很難的 我也想 我們《財經台》的朋友 可能在這方面 都會想聽一下 你的經驗之談 其實究竟怎樣搞 是因為網絡小說 這件事本身已經很hit 所以一定可以 還是真的有些竅門 有策略的 首先一件事就是 你在哪個討論區 或者在哪個群組 我們叫做 打躉 打躉 你熟悉那些人 那些目標 譬如我去一個討論區 原來整個討論區有幾百人 那就大件事 太少人 那你找一些 厲害的討論區 厲害的forum 那你開始寫東西 你不要管寫什麼 你開始寫下去 如果吸引到人 慢慢追下去 它的heat rate慢慢是 三百 一千 五千 一萬 我也是這樣 一千 兩千 五千 一萬 九萬 突然之間飆升 但第一次怎樣吸引人 是否就是這條題目 你怎樣寫 第一次就是 首先你講的題目 要吸引一點 不能慢慢等你那麼久 一來就要好看 總之你一來 一寫第一段就要好看 就要立刻入正題 不可以慢慢流水線 原來起承轉塔去到那個位置 才好緊張 這回頭幾集很重要 很重要 但這跟傳統的書 可能就有點不同 就是相反的 可能那些是 真的跟你風花雪一番才倒題 或者背景交代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技能 或者有這方面的手法 其實你可能一個故事不行 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你也可以 如果你吃了十個沒人看 那你自己反省一下 他沒有辦法 就是前輩跟我講的 你寫幾個 正常一個不行 可能你去到第四個就可以 如果五個都不行 就轉行 那些聽眾 如果想留意一下 Jem為什麼這麼可以 現在都可以找到 討論區的作品來看 可以 去你的網站也可以 去你的網站也可以 你網站的網站是什麼 是Jemdogdog.com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看回我們的網站 閱讀城市的網站 我們會放到網站 沒錯 大家比較容易找到 對 也要調一下別人來 當然 好 今天跟我Jem談到這裡 謝謝 拜拜 月讀城市 陳理思 黎嘉欣